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王,欢迎收看这期的新闻 现在的天气真是特别特别的热 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是快递打来的 就是老六季的栗芝到了 现在去拿一下,顺便看一下 就是从广东发货过来的栗芝 还够不够新鲜,等一下拿去给小孩子吃 是贵味的品种 出去拿快递 关一下刀 现在拿去猜看一下 刚刚把快递拆开 看一下还是挺新鲜的哈 这个品种是贵味荔枝 老六也笨笨的 他不说把这个子弄短一点 这样子好一些 看一下下面 看一下有没有打到冰块什么的 下面放到冰块尾网 拿一半出来放在这边 等过几天回去我就可以夹栗芝了 但是要办法事情才上来 有一个冰块像下面这里 因为发顺风 可能有个把是坏的 像这些坏掉的就不要了 可以摘出来 OK,现在回江口 去江口说出了 汽水碾春 刚刚尝了一颗 嗯,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还可以,这个品种是比较好吃的 下面是一起放了两个冰袋 好像是蛮新鲜的 坏的话就少一点 他是昨天记得今天到 小孩子六点钟才放学 今天不适合童节吗 准备出发了 上次演员的鞋子都忘记拿给他了 哎呀,热的不要不要他 大大的太阳了 满身大汗 嗯 六妹记立子上来就老六嘛 运费是110块 十斤立子发顺风 所以说真的不划算 还不如我开车回去一趟 等我忙完的话就摘立子拉满一车 到柳州这边 所以等回到家 把事情忙好的的话 就尽快早点上来 因为回去要带三个去院做检查什么的 只要抽空回去一趟 然后我等一下回去看一下小孩子 7点半之前我要上到柳州 晚上约了朋友吃饭 就是因为竹妹妹上学那个事情嘛 嗯 应该可以搞定了 就是还不确定是搞到哪个学校 先吃饭才知道 把东西回到放在这里 这是圆圆的鞋子 一直等他自己回来再拆的 开在这里吧 然后我先上柳州了 看这是他们家的栗子还这么小 因为七点钟要吃饭 先上去准备一下 刚好合适 六点十分了现在 六一 哎 连小孩子都没得空看 猪猪猫猫 再来一趟了感觉 不看小孩子心里面也不踏实 刚好他们两个放起来 现在走路过来了 现在是六点十八分 然后我从这里上去的话也是十几分钟 然后去到吃饭的地方七点左右 应该来得及 圆圆 老师把手币还给你了 节日快乐 今天你们在学校又搞活动了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妈妈拿了栗子回来给你们 小姨记的 猪妹妹 还没有到 那么久啊 那你们等一下回去吃栗子哦 那一头那么久了 对还没有到 为什么 没有到这还没有到 我哪知道为什么 哈哈哈 你们明天还要上课是吗 你的那个凉鞋我也拿回来 放在家里的啊 你们要不要喝水 那去买点东西吃 今天过节老师有没有发什么给你们 发了蛋糕啊 玩一下他上去 玩一下他上去 有两座人在打麻仗 有两座人在打麻仗 我装这个 业不业 哈哈哈哈 盖起来了咯 那你放了什么给他吗 就死了吗 我就放了点盐 放了点盐就死了 你给我那一点吃了就死了 那你给他吃那么多肯定死翘翘了啦 怎么那么一放的 死了两个水母啊 昨天他昨天晚上放多了 放了一瓶子 那不是呢被你们淹死了 咸死了 放那么多海盐 死了两只啊 那就只有一只是吗 你给我们了四只了 有四只啊 哦 还有两只啊 还有两只啊 那倒出来痒吗 你放在凉快的地方 放在一楼不凉快一点吗 他怕晒太阳的 肯定怕晒太阳啊 被你拿去塞死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个水母 多少钱 二十块钱一只 二十块钱啊 你以为啊 买来有什么用 就给你们看啊 一百二十 不是 两只是三十五 单买一只是二十 也要一起买了 四只 他给我 他就收了我六十块吗 六十 买来有什么用吗 所以当你们还没养啊 就死乔乔了 小妹妹怎么拿那么久 小河拿个来 好 那一小瓶就只有一点点了 够吃咯 他不用吃什么的 你不要天天放那个盐都淹死了 我没放盐 我喂那个红红的 那我也不懂吃什么 你不会看了 叫爸爸看那个说明书啊 我也不懂啊 对呀他就想喂这个 那可能喂他都撑死了 去吃栗子啊好吗 等下一次我多摘一点 回来再分享他们吃 这次是小姨寄过来的 英飞贵贵的 明天你来接我们 我明天要回广东啊 妈妈明天下午就回去了 回外婆那边 你就在这里玩嘛 等等妈妈去广东回来 再接你们嘛 嗯 好 那衣服还没到我们 哎呀你可以穿别的衣服先嘛 那我又是第一次见 比较稀奇嘛 是不是 我想着买给你们两个玩一下嘛 我玩六十块钱玩了四个 那下次我买小金鱼给你 你跟妈妈回去慢点啊 回去吃栗子啊 等一下你拿点嘎奇去尝一下吧 因为小姨寄的时间没有很多 你随便拿一两串过来啊 好东西要分享嘛是不是 拜拜 下次再来接你们 又六点半了 现在上高速 回六中 回广东之前来看一下小孩子 心里面踏实一点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哈 对中间的一临 对中间的一临